亲爱的观众朋友们,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啵嘚。 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啊,这两天俄乌两国的事儿闹得沸沸扬扬, 但是却给中国网友激动的连连嚷嚷,一个个在网上留言, 又是称人家为大帝,又是说人家想干就干,英雄坦荡的。 你说也是奇了怪了,这都是侵占土地的境外势力,还了的被指着鼻子骂, 不还的反而还挺受人景仰。 有人分析说啊,这种行为表现是出于对本国统治者的不满,觉得他不够果断, 所以无时无刻都透露着希望给自己换个爹的心情。 但是这种情绪对于中国政府就比较尴尬,因为中俄友好是他们自己说的, 所以你不能说他们不对,而一味的推崇他国领导人, 又极有可能走上列宁和老毛的老路,还得教百姓亲书得分。 所以呢,人家就想了一个折,撤侨,呵,弄的这叫一个声势浩大。 大使馆公众号发消息,告诉在乌克兰的人,不要慌,遇事掏出五星红旗,就跟人家能看着一样。 公众号还说,让在乌的中国人赶紧联系使馆,自报名号,说政府会组织飞机过去营救,随时准备撤侨。 据说一共6000个滞留同胞很快就有4500个报名,并且很多人都拍了小视频, 在上头举着护照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感谢政府,感谢岛。 战狼的歌声响起,在配合上痛哭流涕,还有什么比这个画面更有冲击力的。 网友们纷纷唱起了祖国伟大,并且说啊,你们是赶上好时候的, 这要是回国可别再出去瞎折腾,哪能比家更温暖呢? 你看看,一下子把荣誉感拉的很高,但是从出事那天起,就说要扯,结果这都好几天了。 小视频上也没出现喜极而泣,亲闻土地的片段,一个个的还在乌克兰晃悠, 这网友就接受不了了,那戏看到现在该进入高潮部分了,你们这么拖着算是怎么回事呢。 于是开始给这帮滞留的同胞疯狂留言,说你们是不是拒绝祖国的帮助,白占用社会资源,心眼不好。 人家那边也非常委屈啊,说大使馆只让我们报名,随后就没了下文, 那谁不想成为电影里的主角,结果最后只能在角落里被遗忘。 眼看着追问的人太多啊,这大使馆也顶不住了,拿出了文件说,同志们,你们得仔细看。 首先咱就说了,现在的局势急剧恶化,安全风险很高,就算国家要派出航班,也得在安全情况下进行。 但是眼瞅着,机场炸了,领空关了,是,咱跟俄罗斯关系不错,但是人家正如火如荼的操作着呢, 为了这点小事儿去麻烦人家,犯不上。 你们放心啊,国家说派飞机就肯定会派,待到局势稳定,双方谈妥,那肯定会让你们回家的。 现在希望大家都能保存实力,等待组织的消息。 啊,对了,最好啊,筹措一些盘缠,因为虽说飞机是自愿的,但是机票的价格,我们还没接到通知。 都说生命是无价的,大家在这事儿上也肯定不会有意义,所以还是利用剩余的时间,能赚钱的赚钱,能保本的保本。 而这个说法也得到了环球时报的肯定,简而言之就是,只要局势不稳,肯定不会撤侨。 呵,此话一出啊,再看前两天摇旗呐喊的这帮,还信誓旦旦说,咱们但凡说了撤侨这话, 就肯定是跟俄罗斯谈妥了,走人家的领空还军机护航。 你看看,是多么天真,多么充满共产主义的浪漫信仰。 眼看着人家隔壁印度第一架走迂回战术的航班,已经亲吻祖国的领土了。 很多在乌克兰滞留的人也放弃了幻想,准备搏一搏,看看能去哪个邻国能辗转回乡。 而国内的网友们这两天叫唤的也没那么起劲儿了,可能是有更多利益相关的新闻出现, 比远在他乡的同胞重要。 其中重中之重,莫过于关乎百姓钱袋子的消息。 因为多方文件均显示,中国金融系统正在面临颠覆性改革,而4000多家中小银行即将消失。 一个月以内,多家银行收到了上千万的罚单,包括东亚银行、青农银行、网商银行等等, 是不仅赔钱还撸掉了所有高层。 不仅如此,多家小银行还因为安全风险、债务危机等原因,被国资背景的银行大举收购。 要说这个银行业的地震,其实早有征兆,从2020年9月到2022年2月, 全国有超过30家中小银行和农村信用社被兼并,悄无声息的消失在了百姓的视野之中。 要说中国向来是这么神奇,你说这些小银行不符合规定,可创立的时候无人问津, 而平时监管系统更是名存实亡,怎么突然一下子就打成了反动呢? 这根还得归结在中国政策向来是一拍脑袋,不分析,不调研,出事就踩刹车头上。 这些小银行疯狂出现,是因为2015年,政府突然强调利率市场化, 希望金融系统能拼一拼出路,那时候支付宝等互联网存款平台风头正盛, 老百姓才知道原来银行利息可以这么高,于是纷纷通过互联网把钱存进了这些小银行, 一下子抢走了国有银行的饭碗,可中国的金融系统,很多人以为似通八达, 其实就算是同一个银行,也会因为地域不一样而充满了隐藏账目,而各地之间多不联网。 政府憋着推数字人民币也有一段年头了,而全面数字化,更是中国后续的发展势头。 队伍散,不好管,那索性就把盘往回收一收。 所以就看到先是大局打击了支付宝等互联网金融,说人家有无证价是, 随后收紧了网络移动支付的应用,小银行关门客户关系全部汇总,这样便于操作。 毕竟对于国家来说,不管是推进无纸壁画,还是把释放的资金往外发, 大银行都比小银行好用。 当然很多人肯定要问了,那银行没了,钱还在吗? 这个就看个人见解了,反正在中国,浓眉大眼的国有银行也不少出偷转移别人财产, 说好的宝本理财爆雷的桥段。 理论上,银行转手,客户的钱也会被转存,但是人家就是两手一摊,你能怎么办。 而在高利息的小银行纷纷倒闭后,百姓的理财就又赚回了国有银行的口袋, 而最新的规定是,理财不保本,盈亏自负,看你玩还是不玩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订阅,转发,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,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